这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包围战 在二战战场上是噩梦一样的存在 苏联的50个师被消灭 光是被俘虏的人就高达66万 德国为这场胜利举国如狂 将这一战成为人类历史上通前绝后的包围战 今天我们就一起了解这场斯大林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战 惨烈的基辅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德国军队用极快的速度席卷了中欧 西欧 北欧和巴尔干半岛 只有英国还在和轴心国独自作战 这么大的动静不可能逃过斯大林的眼睛 他担心这样下去 强大的德国会威胁到苏联 巴巴罗萨计划 因此未与筹谋的斯大林开始布防 将重工业和军工工业迁移到乌拉尔山以东 德军在西线战场一帆功顺 希特勒不由的自我感觉十分良好 觉得是时候腾出手来 解决一下苏联 同时德国的情报机构 还提供了许多关于苏联的错误判断 更使希特勒觉得苏联很好收拾 于是他制定了那个著名的计划 巴巴罗萨计划 所谓巴巴罗萨计划 就是集中大量兵力 从多个方向实施迅亡而深远的闪边站 占领苏联的重要城市 把苏联红军的主力消灭台苏联西部地区 再向苏联部地深入 动用空军摧毁乌拉尔工业区 到此苏联就基本上被击败了 这个计划制定半年后 苏联都无知无觉 1941年5月1日 莫斯科红场还在举行阅兵式 这时英国等国的间谍 早早挥探到了德军的意义 多次向斯大林汇报 声称德国会在1941年夏天进攻苏联 可惜斯大林始终认为 德国在和英国交战时 不可能腾出手来进攻苏联 他甚至认为这是英国间谍的陷阱 目的就是将苏联卷入对德战争 他哪里知道 德国情报机构对苏联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把苏联行动的如同一只弱鸡 面对强国横不出手 没有能力 但是如果面对的是一只弱鸡 希特勒还会不出手吗 战争爆发 1941年6月22日 巴巴罗萨计划开始实施 德国以146个尸 3580辆坦克 4980架飞机 对苏联发起闪电式袭击 苏德之间此下假面 战争救死爆发 入侵苏联的德军兵分三路 北方集团军群有26个尸 由热部元帅指挥 目标是列宁格勒 中央集团军群有49个尸 在彭博克元帅的指挥下 指挥莫斯科 负责攻打基普的是南方集团军群 共有39个尸 指挥是荣德师太特元帅 德军在苏联北部和中部 十分顺利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只剩下南方 那里有一只数量庞大的红军 当时 苏联红军最高等帅部认为 西南方向 是德军进攻的主要方向 自然把大部分兵力都部署于此 共计69个步兵师 11个骑兵师 28个装甲驴 指挥官是西南方向总司令 谢苗 布琼尼 但是随着明斯克战役的结束 速军西方面军全军覆没 直接打乱了西南方面军的部署 苏联红军总参谋长诸葛福大将 建议斯大林放弃击辅 为了避免被德军合围 可以将西南方面军 撤到地涅薄河对岸 集中兵力 全力保卫莫斯科 但是斯大林拒绝了这一提 最终 诸克福被解除总参谋长职务 转而担任预备对方面军的司令员 7月16日 斯莫朗斯克战役结束 德军打开了通往莫斯科的大门 这时 希特勒却决定 暂时放弃攻打莫斯科 想先拿下乌克兰和列宁格勒 认为这两个目标 具有更大的战略力 他的将军们再三劝说 还是没能改变他的心意 由于南方集团军的力量 不足以包围和消灭敌军 因此 中央集团军派出第二装甲集群 及第二军团 准备在基普以东和南方集团军会 随后的两个月里 在基普的郊区 不断上撵着突击与反突击 枪炮声和厮杀声混合在一起 在战场之上回大 无数苏联战士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延缓了德军的进攻速度 为大部队争取了修建防御攻势的事件 而德军也制定了核为基普的作战计划 德军的包围圈共有两层 内圈是精锐步兵 步步逼近苏军 外圈是装甲兵团 依靠强大的机动性和优势活力 让苏军没有突围成功的可能 千里奔袭大核为 1941年8月20 德军禁敌地涅薄河 此时 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之间 相距550公里 如果用一直线将两个集团军群连接起来的话 那么该直线的中心距离后方约500公里 也就是说 德军的攻击区域近似于一个等边三角形 而苏军西南方面军主力正处在这个三角形之间 希特勒抓住机会于8月21日 先发了第35号指令 命令德军 歼灭苏西南方面军所属第5集团军 进而占领克里米亚和顿涅斯本地的工业区 切断通往高加索的石油工艺 8月25日 德军第二装甲集群由古德里安率领南下 向苏联不穷民元帅的百万大军的后方直插下去 强大的坦克部队掀起了漫天征辰 如烈火急风一般横扫乌克兰大领域 而苏军最高组率部对古德里安的目标判本失误 他以为他是要从南翼包围苏联荒密军和预备对方密军 预为竞技 一直到8月底 红军采图梦初醒 至此德军要围歼基辅地区苏军的意图 以暴露 在这种极端不利的形势下 苏军应主动撤退以免被围 然而斯大林却仍然命令西南方面军 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阵地 不但原有守军不得撤离 还向大批部队从各地调基辅战场送入德军户口 9月7、8两日 哈尔德在南方集团军群司令部安排联合作战计划的各项细节 这项作战计划的目标是夺取基辅 歼灭基辅 蒂涅伯 迪斯纳核取之敌 简而言之 这是一个双重合围的计划 外线是第一 第二两个装甲集群 内线则是以步兵为主的第二 第六和第十七级团军 至9月9日 德军案计划已取得很好的进展 克蒂尔古纳格尔的第十七级团军已渡过地孽伯河 克莱斯特正准备北上在基布以东 约150英里处的苏军后方与古德里安会合 时日古德里安攻克了军事要地罗马内 十一日 布雄尼向斯大林请求东撤 却遭到拒绝 十三日 斯大林认为布雄尼窃战解除了他的职务 由铁木新歌接替 铁木新歌上任后 也认为只有撤退才能避免飞舰 但斯大林只是守住基辅及周围地区 十五日 坦克车身上七有其司令姓氏头一个字母 G字的古德里安部队和七有K字的克莱斯特部队 终于在基辅以东210公里的洛赫维查会失了 两支南北对近的德军装甲精锐部队完成了合围 基辅及周围地域的苏军被团团包围 历史上最大的围歼战 1941年9月16日 德军完成了对苏联红军的包围 战争史上最大的围歼战开始了 德军不断对苏军发起围歼作战 跪手其中的苏军只能拼死抵抗 身后的高音喇叭里 传出了斯大林激动人心的讲话 在战场上不断回荡 给予无数苏军士兵费勇杀敌的勇气和力量 9月17日 斯大林下令同意突围后撤 但为时已晚 战场上需要源源不断的补给 作为被包围的一方 苏军没有燃料 也没有弹药 只能选择端起刺刀 整营整营地 对德军发起猛攻 企图突破包围圈 能够向东撤退 德军的坦克大炮和机枪也不是摆设 在这些钢铁机器面前 血肉之躯没有招架的力量 在德军的猛烈炮火下 无数苏军战士倒下了 成功突围的只是少数部队 大部队依然处于围困中 以钢铁般的意志 去对抗德军 9月19日 德军占领基辅 同时 德军第46庄甲军砍到 作为生力军投入战斗 苏联方面也不断派出部队 想要救出被困的苏军 但数次进攻 均已失败告证 在基辅城内 苏军迅速被德军分割包围 西南方面军被分割成了六个部门 司令部最后下令各部本头突围 西南方面军司令 基尔波诺斯将军 在突围战斗中阵亡 参谋场土耳皮科普将军 也战死沙尘 苏联红军遭受前所未有的大败 在德军的疯狂攻击下 苏军一直坚守到9月26日 伴随着西南方面军 基本背间 基辅战役落下了帷幕 这场战役持续了两个半月 德国投入了50万战事 苏联则投入了85万 最终以德国上网13.2万人 苏联上网19.32万人 被俘又是5.2万人 是红军前所未有的大败 这场战役的输赢 其实在苏军被合围后 就已经是注定的 基辅地区的苏军 严重缺乏机动能力 很难在机动债优的 德军形成的包围圈中突围 一旦被围在其中 切断了伏击 苏联红军就只能做困手之道 但是苏联红军的牺牲 也不是毫无意义的 由于基辅战役的胜利 德军顺利拿下了乌克兰 但是要保持对乌克兰 又称大军主作战 罗曼底登陆的盟军代号计划 要在第加90日 即罗曼底登陆后第90天 攻至塞纳河 然后大约第加120日以后 攻至德国边境 但也正是因此 盟军的后勤补给 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 德军一直到1945年5月 仍占领着多个沿海峡的主要港口 而且德军在诺曼底登陆前 为了迟滞盟军行动 大规模毁坏了法国境内的铁路和公路网 这使得盟军需要花时间修复轨道和桥梁 当时盟军每运送一加轮的油料 到比利时前线 就得在运输上消耗五加轮的石油 所以到了10月 盟军被迫暂停大规模攻势 以积存物资 趁着这个时间 德特冯伦德施泰特 时任德军西线总司令 兼地集团军群总司令 对已将散乱的德军 重整成半凝聚的防卫军 当时德军的唯一优势是 德国部队终于不再防守整个西欧 西线缩短 且更靠近德国心脏地带 这使得即使盟军仍然掌握制空权 但德军的补给问题得到很大改善 而且德军的通信 不再必须用无线电通讯 因为有分布广泛的电话和电报网 这使得盟军很强的无线电窃听技术 没有用武之地 在这个背景下 希特勒希望重创盟军部队 他的如意算白是 短期内重创西线英美联军 使得盟军分裂 或是英国和美国 在德军占优的情况下 和德国谈判议和 然后德国将可有足够时间 设计和生产更先进的武器 如喷起飞机和超级重型坦克 并允许军力集中到东部 再给苏联雷挺一击 虽然后世一般认为这是一厢情愿 因为当时盟军已经占尽优势 但是当时这个计划还是有可操作性的 虽然由于盟军占尽了空军优势 德军的进攻可能受到盟军很大干预 盟军在荷兰的进攻 市场花园行动于1944年9月结束 巴格拉基昂行动 苏联于1944年 对白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攻势 也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告读 战略主导权暂时转回德国 于是不少对西部的大型攻击计划被提出来 而希特勒选择的方案是 用陕机战战术进攻防卫弗洛达阿登 撕裂英美战线和占领安特维普 陕机战计划后来被命名为莱茵河卫兵 此名称天生有七敌作用 暗示西线战略是停止和观望 希特勒认为美军部队缺乏战斗力 而且由于体制原因 惨重伤亡 更容易在美国造成反战压力 所以德军的攻击目标所定为美军 德军原计划预计使用大约45个师 其中包括由12个装甲师和装甲制弹兵师 组成的装甲矛头和各种步兵单位 但后来因为严重人力短缺 所以被缩减成约30个师 但由于当时德军缺乏油量 所以很多物资只能使用马匹运输 这让行动从11月27日延迟到12月16日 而盟军呢 盟军当时对德军的计划一无所知 因为德国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 甚至关于这次进攻的所有相关行动 特别下达了无限电禁没令 盟军认为德军无力进攻 于是1944年12月16日 德军开始发难 凌晨5时30分 德军向面对武装党卫军第六装甲军的盟军 发起猛烈火炮攻击 德军三个军分北 中南三路向阿登地区杀了过去 势如破竹 其中中陆军居然成功地使用前行战术 包围美军第1060的两个团 第422和423团 并迫使他们投降 美国陆军官方历史写道 至少7000人被损失在这里 实际数字可能接近8000人或9000人 损失的武器和装备的总数 当然也是非常惨重 因此悉尼 爱福之义 中陆战士代表的是 美国在1944年至1945年 欧洲战区损失最严重的挫板 艾森豪威尔和他的主要指挥官们 4日发觉在阿登的战斗 是一次大型进攻 而不是地方性的反击 令大量援军前往此地区 在一星期内 有25万人的部队被送往此地 12月16日午夜刚过不久 112架之午52日书机 载着1300名德国散兵 在一场强大雪豹中起飞 他们原本的任务是 占领巴拉克 米球 巴罗克 米萨尔 路口 聚守约24小时 直到武装党卫军地 12系特勒青年团装甲师 前来接替为止 以阻碍盟军援兵和物资流入此地 但由于天气原因 空降效果不好 到中午才有约300名散兵集结 于是德军放弃了原本的计划 改用类似游击战的方式 骚扰附近盟军 搞得盟军一片混乱 使得很多盟军部队被牵制在后方 斯科尔兹尼 德军特种部队指挥官 成功率领一小部分 他领导的经过变装 会想丁宇的德军组成的营 渗透入敌后 四处破坏 他们虽然没有完成关键任务 夺取密斯河上的桥梁 但造成了盟军的严重混乱 检查上很快在盟军后方各处设立 这严重减缓士兵和装备的移动速度 12月21日 德军已包围美军第101空降师 防守的巴斯托涅 这座小城控制十四路口 对德军的进攻来说是至关重要 德军劝降失败 对此地进行猛攻 美军顽强抵抗 美聚兄弟联中便有此剧情 至1944年12月20日 德军已撕开美军防线 打出了一个宽约100公里 纵深30公里至50公里的突出部 这就是突出部之一名称来源 然而12月23日 天气改善了 这使盟军空军得以攻击 他们对德军后方 伏击点进行毁灭性的轰炸 T-47也开始袭击陆上的德军部队 至12月24日 德军推进 已被有效遏制在马斯河前 英国第三十军的部队 聚守着吉韦特 迪南特和纳木尔的桥梁 美国的部队也准备好接替 德军已超出他们的补给范围 油料和弹药的短缺变得很急迫 不过到了这个地步 德军的损失仍然非常轻微 感觉到前景不妙 24日傍晚 哈索 冯 曼托菲尔将军 向希特勒的军事副官建议 停止所有攻击行动 并撤回齐格飞防线 但被希特勒拒绝 12月26日 16时50分 美军第37装甲团的前岛部队 抵达巴斯托涅 结束德军围困 为了持续进攻 德军在1月1日 发起了两个新的作战 但第一个地板行动使得德国空军 损失277架飞机 受到前所未有的虚弱 且在也无力发起任何大型攻击 虽然他们摧毁了465架盟军战机 但这没有意义 因为盟军当时恢复这些数量 是轻而易举 而德军不行 而第二个诺德万德行动 虽然攻势很猛 德国在西线的最后一次大型攻势 此战并不完全是突出不支战的一部分 造成美军极大伤亡 但德军还是在1月25日 被迫停止进攻 盟军惨胜 达到这里 美军已经稳定了局面 但德军仍然控制着 在盟军防线上的危险突出部 于是盟军决定在南部 以巴斯托涅为中心的 巴顿的第三军向北进攻 北部 蒙哥玛丽的部队向南突击 这两支部队计划将在霍府莱兹会合 在1945年1月7日 希特勒同意从阿登撤离部队 包括武装党卫军装甲师 因此结束了所有攻势作战 突出部之意 在两支美军于1945年1月15日会合后正式结束 此战美军伤亡非常惨 是二战中伤亡最大的一次 共有将近10万人伤亡 其中1.9万人死亡 英军也有200人死亡 1400多人受伤 德军最高指挥部 对于死伤的官方数据 为84,834人 其他方的评估数据 则介于6万至10万人之间 德军在此战受到致命打击 其最后的卫翼线已用尽 空军已毁 西线的德军被推毁 最重要的是 现在是攻下东线的时机 东部的德军已无力阻止苏军的前进 德军在两线皆不断失败 并且再也未能恢复 在德军涉及突出部战役的时候 原本是想再重演一次法国战役 从四年前同样的位置 阿登地区再次发起一场陕击战 一举攻占安特卫福 把盟军一分为二 并制造第二个东克尔克 不过此时的德国 已经完全没有了当年的战争能力 因为双线作战的 它不仅被包围 更丧失了最为重要的战略资源 石油 没有燃料的坦克 根本无法完成大规模陕击战 以下所述的这场二战中 显为人知的战役 就是被遗忘的战争之一 1941年6月22日 纳粹德国悍然入侵苏联 短短18天内 德国中央集团军 快速推进600公里 一举占领整个白俄罗斯 苏联红军西部方面军 四个军团 被德军装甲兵团包围 伤亡高达40万人以上 取得胜利的德军 继续向东挺进 目标是聂伯河畔的斯莫朗斯克 占领了这里 便是占领了莫斯科的前哨战 相对于先前的战斗 这一次苏联红军 表现异常顽强 使得从北部入侵的 霍斯第三装甲兵团 以及从南部进攻的 古德里安第二装甲兵团 严重受挫 使得本来制定好的 快速合围战 迟迟无法完成 7月18日 有着闪击英雄称号的 古德里安 为挫败而大为光火 他命令前锋 第十装甲师 扶向西南方向的叶利利亚 这座小城 位于杰斯纳河畔高地 是绝对理想的桥头阵地 驻守叶利利亚的 苏联红军第24军团第19步兵师 迅速展开防御 7月19日 双方正式交火 战争异常惨烈 从最初的壕沟战 变成竹屋争夺的激烈相干 人数和武器 占据烈士的苏联红军 付出惨重代价 几乎全数战死于城中 他们的顽强 使得趾高气昂的德军 同样遭受了重大损失 惊魂未定的德军 万万没想到 由7月19日开始 揭开了长达一个多月 如链鱼般杀戮的训练 取得胜利的德军 随即遭到苏联红军援兵的 重炮袭击 致使许多攻占的阵地 再次落入苏联红军之手 二是 古德里安决定放弃 多罗哥布尔日 让帝国装甲师 退回叶利米亚突出部的 北侧椅 随后的两天 苏联红军第24军团 以重炮不停攻击德军 致使德军大量伤亡 并且 两军进行了多次白刃战 杀得难解难分 由于德军经过一个月闪电战 横跃白俄罗斯作战 导致大量战车与卡车 因长距离奔袭而严重磨损 在随后展开的激烈大战中 这些战车和卡车 无法进行维修 而补给线又过度延伸 加上战场后方的 苏联红军残部不断的突袭 致使德军两个师 严重缺乏物资 许多战车成为板设 既没有油料也没有弹药 失去了战车的机动部队 比步兵更为脆弱 直到22日的战斗结束时 原本拥有一百七十辆战车的 帝国第十装甲师 仅剩下九辆战车可用 此后的五天 苏联红军乘胜追击 不断对德军发动猛攻猛打 先是利用重炮 进行猛烈火力轰炸 而后由战车掩护步兵 铺向德军防线 德军由于弹药和物资极度匮乏 不敢与红军进行炮兵对决 不得已还要爬上苏联战车 以汽油弹攻击 31日 一种新型的苏联武器 被派到战场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 喀丘沙火炮 这也是苏联红军 首次使用喀丘沙 多管火炮 德军没有见过 这种密集发射的武器 连续的破坏性轰炸 彻底摧毁了 被誉为帝国精锐部队的士气 在熬过7月19日至8月10日 第一阶段杀戮后 德军部队平均一个连 仅剩60-70人 有些部队仅剩30人 连正式编制的一半都不到 正所谓强中自有强中手 德国中央集团军 也并不是吃素的 于7月27日 完全将斯莫勒斯克口袋封锁 将苏联红军三个军团 31万人完全包围 8月30日晚 朱可夫亲自下令 组建一个特别集群 由第24集团军司令 部作战指挥组参谋长伊万 马特维耶维奇 伊万洛夫上校指挥 命名为伊万洛夫之队 负责绕过德军前沿阵地 向西前进 从西北方进攻叶利尼亚突出部 以掩护拉古精 两个突击集群的行徒 而就在朱可夫雄心勃勃 想要继续进攻 拿下叶利尼亚的时候 一个令他万万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那就是 德军土帅部已经在考虑 要不要主动放弃耶利尼亚突出部 8月31日 重整旗鼓之后的苏军 继续向耶利尼亚突出部 大起进步 但是和第一天一样 苏军战士英勇不畏冲锋 并未取得任何突破性进展 拉古精的北翼突击集群 本可动摇德军北翼防线 不过随着德军从战线其他位置 抽掉了一个步兵团 增援北翼防线 苏军的进攻 最终已失败告终 而攻向罗斯拉布里的苏军第43级传军特别集群 甚至被德军第267部兵师下属的两个步兵团 就挡在了原地 进退不得 当天晚上 第十装甲师战斗群的一个反击 就差点直接击溃苏军这个突击集群 为此朱可夫十分恼怒 用尽各种手段 敦促他的部下继续进攻 包括规劝 警告 撤职 威胁 还指出了这些军官们在指挥作战时的各种问题 比如侦察不力 情报有误 将本来就不多的炮弹 浪费在没有意义的地方 白白浪费兵力了 但无论朱可夫如何指责 苏军低下的士兵素质和糟糕的战术协同 都使得朱可夫发起的这场反击 拥有了过高的伤亡和过低的前进速 不过朱可夫的凶猛进攻也不是没有效果的 可以说 正是由于朱可夫这部血战到底的气势 才让德军统帅部最终做出来 命令部队撤出叶利尼亚突出部的决定 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德军之所以会选择主动撤出叶利尼亚突出部 除了朱可夫的凶猛反击以外 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叶利尼亚这个突出部 对德军来说已成鸡肋 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 正如伯克在日记中记述的那样 就像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约德尔将军所说的差距那样 将我的右翼转向南面 可能会使我们与胜利失之交臂 向东 穆斯科发起进攻 最快要到9月下旬才能实施 在此之前 保持集团军现有实力至关重要 只有两个师正从后方派至我集团军 弃守叶利尼亚突出部的问题 因而成为焦点 随着时间流逝 部署在那里的几个师 实力逐渐耗尽 同克鲁格几次商讨后 我决定下令放弃该突出部 那里没有长远利益可言 但我必须争取时间 我可以先撤出两个师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第四级团军 两千多千米长的战线后方 只有四个师担任预备队 其中两个师 已投入一个团参与战斗 仔细研究伯克的这段话 便可以了解到 为何德军会主动发起 叶利尼亚突出部 对德军而言 放弃叶利尼亚突出的原因 主要有两个 一 随着古德里安和魏克斯的部队 南下参与基辅战役 中央集团军群对穆斯克的进攻 势必要退迟到九月下旬 此时坚守叶利尼亚桥投保的收益 已经不大了 二 由于兵力不足 伯克希望能主动放弃一些阵地 来腾出预备兵力 好用来处理突发状况 正是因为这两点原因 才使伯克和其上级哈尔德 布劳西齐同意了 主动放弃叶利尼亚的做法 9月3日 就在苏军的进攻发起四天以后 伯克正式给叶利尼亚突出部内的 德军部队下达了撤退命令 9月5日至6日夜 经过有序的撤离 德军在叶利尼亚突出部的部队 最终全部撤出了叶利尼亚地区 而朱克夫也成功地完成了 斯大林交给他的任 需要注意的是 朱克夫在9月3日晚 就注意到了叶利尼亚突出部内的德军 有撤退的迹象 于是他命令第24级团军 南北两个集群加速进攻 一定要赶在德军逃出包围圈之前 封闭口袋 不过很可惜 尽管苏军宣传部门曾断言 在9月4日晚时 苏军南北两个突击集群 相距只有数百米 而实际上 这两个突击集群 当时距离各自都还有8000米的距离 德军在撤退通道两翼的部队 依旧实力强大 并且还得到了德国空军和突出部外围 德军炮火的支援 所以 朱克夫最终未能合围 德军在突出部内的部队 这一次苏联红军将叶利尼亚全部收归 却发现 整座城市 除了一座石造教堂 依然屹立之外 所有的建筑 全部被战火摧毁 原本住在当地的一万五千多居民 也死伤过半 而德国中央集团军 与参谋本部都不希望记录下 这个战败耻辱 这是德军入侵苏联以来的首次挫败 因此抹去了所有资料 而对于苏联而言 这场胜利 无疑是一记兴奋计 尽管后面还要失去大量的土地 还要发生更为惨烈的战争 但这场战役 始终是第一场最值得骄傲的胜利 重创令人文之丧感的 德国装甲部队 与党卫军地博施 让德军的精锐单位 几乎遭受灭顶之灾 这场战役的胜利 还不足以值得骄傲吗